每一代有好一好 講現代的好嗎 好 現代是怎樣呢 其實有一件事件 我不知道過去有沒有講過 你知道我講過太多失蹤事件 鬼故等等 講過都忘記了 太久了 講過一句平野礦泉的神隱事件 平野礦泉 平是怎樣平呢 一平地兩平地 土字邊平坦的平 野獸的野 野性的野 礦泉我要先解解 礦泉 先解釋一下 阿南先生 溫泉我們聽過 礦泉是甚麼 礦泉水 礦泉當然是天然的礦泉 跟溫泉的分別 溫泉日本有一個定義 一定要裡面硫磺陷多少 溫度要達到多少度 不達標就不清上溫泉 未到溫度的溫泉 就是礦泉 所以當時這個平野是地名 或者我忘記地名 還是店名 好像叫地名 礦泉 其實在酒店可以浸浸這些非溫泉的溫泉 就叫礦泉 平野礦泉的酒店 裡面發生了神隱事件 神隱可以叫失蹤 但失蹤就失蹤 失蹤少女 失蹤少女 神隱的分別在於神秘一點 沒理由不見了 失蹤也不靜 正所謂死要見人 生要見人 死要見屍 失蹤也不見 奇怪的叫神隱 我講講那個事件給大家聽 我看下一張可以看一看 平野礦泉 我講講 平野礦泉的愛卯已經荒廢了 它本身是一個猛鬼熱點 我先講它的歷史 為什麼猛鬼熱點 原來這是一個山腰的位置 是一個六層高建築物 在80年代後期 它倒閉了 破產 有些傳聞流出來 因為經營不善 裡面那個店叫老闆 自殺身亡了 傳聞 我真的不知道老闆叫什麼名字 第二 後來附近有個泳池 有小屋山浸死了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鬼故 不知道 會不會是因為它很神秘 氣氛很陰森 而那些人悔其說有鬼故 又不知道 總之就是大家晚上靈探必度之地 它的位置是屬於庫山縣的地方 庫山縣可能香港不是每個人去過 這個不重要 說回那個地方 結果本身是溫這個礦泉的旅館地方 後來廢墟化 變成廢墟 有很多人在那裏做 徘徊不良少年 暴走族 中文譯做飛車黨 開電單車的聲音 那些人在那裏 壞份子在那裏流年 在1996年 大家留意年份 1996年 0616 即超過20年 到今天應該是24年 我計錯了嗎 24年 大家強調年份是有意思的 1996年5月5日的時候 當時已經變成廢墟的這個猛鬼熱點 是位於庫山縣的兵建市 兵就是很冷的兵 那裏面有兩個女生 少女 少女的定義我不知道 其實未滿20歲我也當少女 兩個少女都是19歲 一個是做會社員 普通一個OL 另一個是一個超市店員 兩個高中是同學 他們就相約去這個地方 不知道是靈探還是什麼 據說他們的朋友說 他們兩個就是去考膽式 日文的考膽式通常就是靈探 你敢不敢去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開車去 因為這些鄉下的地方 沒有巴士的士 賣一次單都不行 日本的士很貴的 等於貴之餘這些地方 不是說東京 走路可能幾十公里 沒錯 銀包也不夠給 通常有汽車 開車去 但發生過失蹤事件 一直以為他們靈探被鬼捉了 會不會是被北韓人的特務捉了 我查一下我怕來到這部分 但如果大家不是聽得到說罪案事件 不知道什麼叫北韓的特務捉了 因為香港比較少說這個事 在以前的年代 八九十年代 其實有日本人被北韓的特工捉了 這個北韓也沒有否認 捕捉是为了什么事呢 大家想象日本和韩国不是差很远的地方 用水路捕捉了他们走 有些很惨的日本人捕捉时还有少女 后来爸爸妈妈今天已经老到碗头白发 北韩方面交骨灰回来 他已经在那边嫁了老公 亦生了儿子但他病死了 为什么要捕捉他们呢?不是勒索 是为了他觉得日本是一个富裕繁荣的国家 他要放一些特务进来日本 所以他要有些人教他准确 发音准确的日文 所以当时捕捉了男女不同年龄层 有少女有成年人 捕捉了他们去北韩做日语老师 是不给回来的 这是真事 但是他们有没有粮出? 会不会给回正常生活? 有家住的,但不能离开 其实北韩要小心说 因为北韩也很厉害 数据他说的历史 北韩之前的领导人 先金日成金正日第二代 金正日我常常会撈亂 金正日曾经是绑架了崔寅基的夫妇 南韩的夫妇去他的国家 因为我做这些案子 我们会说过 崔寅基是一个译音 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南韩的女性 她先生的名字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先生已经不在世了 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导演 因为第二代领导人金先生 他很喜欢电影 他想拍电影 但北韩不够这些人才 不够? 不够? 招揽 招揽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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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是那对导演和他太太 也是演员 好像在香港有人捉走 我忘记了 总之是捉了回去 不过拍了几年电影 是事实 北韩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日本人为何这么怕北韩 其实捉了很多人 也要交涉了很多年 有时拿骨灰 有些人都交不出 所以刚才说的那两个19岁的少女 失了钟后 曾一直怀疑被北韩的特工捉了 去做一些教书工作 有没有粮出不知道 但我想有饭食 否则不能维持生命 当时这对少女的照片 是掌握不到 但近年竟然掌握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近年这件事 就揭开真相出来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 再看下去看见不见到一对少女 左边相对 相对 臉饱满一点的位置 我再看她的名字 好似的 他们两个 是朋友 高中已经是朋友 我再看她的名字 比较难叫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做 屋夫遗美 左边的位置 屋夫其实姓很特殊 屋夫在日本解造一些 旧式的武士连地 那些连地连屋的武士大屋 这样叫屋夫 姓屋夫特殊 特殊叫惠美 左边的名字 我记忆中也很特别 我看看找不找她的名字 不要紧 后来我记忆中 她也彈了名字 不要紧 不知道什么肉镜 名字也很难记 教育肉 一块镜的镜 右边有一块肉镜小姐 那个名字 我忘记了 他们两位就驾车去这个地方 其实失踪少女下一张是汽车 看看汽车 这部不是完全是汽车 但同款 他们两个驾驶这部车 1996年5月5日 驾驶在平野矿泉酒店的位置 想着可以去灵探 什么也好 当时朋友知道这个行动 怎样通知的呢 BB记 恐防大家太年轻 不知道什么叫全副记 叫做扣机 当时是叫扣机 即是只有扣机 扣机 扣机留了短信 就是我们在去这个地方 朋友知道去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看 汽车看了路线的图片 下一张 看到平野矿泉在右边的位置 余津市就不用管他 总之平野矿泉的位置 而最后留意几件事 冰建市大家看到 就是他们出发的地点 这两位小姐 他们中间去过海王苑的公园 日文我译给大家听 park 海王苑的公园 接着下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被目击到在那个位置 就失了钟 平野矿泉是他们的目的地 但他们没有去到这个地方 即没有去到已经失了钟 是失了钟 后来他们两个失了钟后 其实隔了一些日子 他们两位的父母 报警说他们是叫做失踪的 我找回他们的名字 右边那位 面相对没那么饱满 是田祖肉镜小姐 两个路不见了 报警失踪 一直这么多年 我强调是去到2020年的3月之前 即今年3月之前 一直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 一直都是一个神秘事件 只是失踪了不见了 有人说被北韩的特工捉了 有人说他见到鬼被鬼害死了 有人说他遇到不良少年 飞车党杀害了 可能先奸后杀之类之类 没有人知道 直至近期今年的3月 就揭发了一个真相 但这个是否完全的真相 一会让大家想起是鬼还是人造 留下一张图片的报章 当时的事件 事件还是事故 入文是这样的 事件即是有犯罪成份 刑事成份 事故即是它纯粹是一个意外 警方当时事件事故两个角度调查 就是大家看到识日文下面那句 有力情报是没有的 并没有有力情报 可以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好了 刚才说到 一直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是什么时候的事 原来一直以来都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样 原来到了2019年的时候 据说有一些新的政工出来 2019年 2019年就说 2014年有人报清过见到他们 不是吧 越搞越暖 2019年收到一些关键性证据 就说原来2014年有人说过 在当年1996也有人见到他们 互贺为何禁止才报呢 奇了 2014年可能警方报了也不太相信 2019年再确实些 掌握到证据 可能花时间打骂 因为海都很阔 终于今年的3月多 3月头 就有一个揭发了真相出来 我们看看 3月4日可以说 下一张图片 目击者 去到2019年的时候 右上角十一月正去晚鬼热点的那两个失踪的女子 24年前的事例 去到现在竟然有新政工出现 就说有三个男子 就说曾经在当年1996年 他们失踪那一年 在这个叫海王苑的park的位置 向他们叫做踏山 小姐去哪里 跟着 接着他们两个小姐很害怕 一开就踢了油门 就直接冲了下海 据这三个男子所说 是他们很害怕 因为我们只是聊聊女生 他们冲了下海 所以我们没有报警 他说他没有报警 接着隔了这么多年 去到2014年才有人放风 有人在1996年 有这样的事 说踏山几个两个女孩 冲了下海 不过他们当时没有报警 去到2019年 正工作再实际 警方开始到处打骂 2020年3月5日 看看这张图片 就是找到一些 在海里找到一些 汽车的零件出来 但是没有证据是属于那辆车 有证据 我们再到下一张图片 我介入入闻给大家听 找到超过一个人的人骨 里面还有一张卡 是一张油卡 进入油站 入油的卡 而那卡是写着屋夫为尾 这个名字 就是刚才面 比较饱满那位小姐 而且这辆车是他的 据说开车是他的车 车载着田祖玉镜去那地方 即是车是他们 两股人骨 没有做DNA比对 相信都是他们 但是离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先看下一张死者的图片 再出了个名字 田祖玉镜和屋夫为尾 24年前已经不见了 这张图纯粹给大家看它的名字 因为很难读 所以让大家看看如何写 还有一张叫做发现现场的图片 下张发现现场 这个就是发现现场 打扰在车车鞋的港口队 强调不是海王院parkle 不是海王院 刚才那三个男子 星星海王院搭散两个女孩 他们冲了下海 但这个位置不是海王院parkle 到底是相距多远 我们看地图 下一张地图 海王院parkle 就是上面的位置 三个男子星星寥这两个女孩 女孩害怕的 有门就冲了下海 而三个男子自己是没有报警 她说我们太害怕 但想想会不会不报警 好 你见到那女孩冲了下海 你真的不报警 其实如果他们这样乘了下海 不报警 其实会不会构成这个误杀罪名 稍后我回答你Winnie这个问题 一波可以回答 好 上面海王院parkle 下面什么新港大桥 反而才是刚才打捞到的位置 好了 可以回来了 图片看完了 Winnie 为什么会上面冲了下海 车会可以轮到大圈 在下面出回来 到底怎么可能 是不是水的急流比较厉害 把那部车冲走了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法 另外一个合理的解法 就是那三个男人说在那里 他们冲下海 他们三个口供可不可信 到底 可能他给假口供 是的 回答Winnie这个问题 这件事来到这里 唯有告一段落 因为他们不是失踪 不是被鬼害 是不是被鬼害 鬼迷心窍冲了六海 不知道 是不是被人害他们 这样说 网上立刻有人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公素时效 我上来不要紧 大家要听少少日本文化的东西 要简介 香港没有公素时效 香港因为跟法律的制式 北京是前英殖民地 他是跟英国那一套 因为日本由旧的江户时代 变成明治维生 就学那套法律 就学不同的欧洲国家 因为当时日本说 脱亚入欧 不要跟亚洲文化当时的本清 不行的 学欧洲东西 当时学了一些法国 一些德国的法律 他们有一套法律里面 就是什么呢 就叫公素时效 就是不同的罪名 要定一个时效 例如举例 有个人杀了人 公素时定15年 你今天开始知道这个人要追寻他 15年后找不到他 上不了庭 应该说捉到他 不单止要上了庭 要开始立案 要开文件 如果在那刻赶不及 过了15年 他就可以逍遥法内 为什么会保障犯罪人 因为去年代的时候 你不敢肯定 这些证据留15年 还会有变化 他们有这套公素时 譬如杀人罪是15年 最重的 其他每一种罪名 譬如盗舌 强奸 每一种罪名 有一个年份 轻微的罪行 譬如7年以上 可能5年7年 就会断 所以回答Vinnie 就是刚才的问题 即使他有刑事罪名 都一不勾销 好了 有个阴谋论出来了 到底这三个男人 最后叫你找一部车 其实是否他们谋财害命 或者虽然人们尾色 或者犯了什么 举例 再难听车 会否真的奸杀了人 然后扔了车 下海 这么久都没有浮上来 这么多年了 可能他就报警 为什么呢 在1996年的时候 日本仍然行九道公诉时候 只有15年 杀人罪名 是没得告的 我说过 1996到今天 是24年 24年 没得告的 但公诉时候 随着时代的科技进步 是有改动过的 后期改成了25年 都后期最近期 如果一些杀人罪 都会是无限期的 是可以的 但以前已经断了公诉时候 不可以查的 那些兇手走出来 就是我 你都不可以抓他 我差远说一说 有一套日本电影 其实原来据说 改编至韩国电影 但它是好看韩版的 是藤原龙也做 好像22年后的杀人告白 22年到21还是20 我忘记了 好像是22年的杀人告白 我推荐一个非常好看的布局 而是兇手走出来 当然了 几宗案 都是我做的 我现在都认了他 为什麽 足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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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便出书 我相信当时杀人的东西 爆出来 我要赚大钱 但最后的布局 很厉害 这个故事 变成就是 到了某年期 杀人都不用负刑责 其实这件事件我是相当之怀疑 这个严格来说不是一个鬼故 但我觉得它的神秘之处是 我觉得是有谋材害命的嫌疑 我也觉得是 还有当时日本判案的政策 会不会某程度上 其实很正确 它要保护一些证据 因为十几年后 你不知道会变成如何 其实对被告的人都不公平 但某程度上 只要他们躲在够15年的话 一着草 走到15年 它就没事了 我知道这里还有很少时间 不要紧 大家听我说 日本案件少少的资料 很有趣 如果大家想简单的资料 可以打个汉字上去Google 我希望没有记错福田和子 其实以前我也在自己节目说过 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说 日本案件的内容 我们期待要听 休息了一年 我看看会不会 如果会 有一些当作remake,reboot的版本 可以再说